那招牌不只掉落 还直接砸毁轿车后方的挡风玻璃 换个地方同样有招牌被强风吹起 还在空中转了一小圈 不堪强风吹起还有路旁树木 一波波的强盘风也把这些路树都给吹倒 你看他们占据了一个马路的距离 而且你看看到那些横切面 那些断裂的都非常的新 都是刚刚断裂没多久了 不过在这一群倒掉的树里面 有一只小鸟就站在树枝上头 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是吓坏了还是怡然自得 跟附近的环境成为强烈对比 花莲地区越晚风越强 位于危险区的居民也被送往安置所安置 就希望一夜过去 苏迪勒不会对台湾造成更严重的灾情 记者赖四号夏军城 花莲采访报道